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教育人生我是高尾序 大家期待的520行情 其實上禮拜五透過盤面上一些變化 我想我重視轉達我的看法 520行情恐怕已經提前做結束 5月份雖然是偏多操作 但是是個股表現 個股表現看什麼看籌碼 你要成為股市方面的長期的交易的贏家 前提是你一定要看得懂行情路況的方向 交易山路是我的理論 看得懂交易山路 你會知道什麼時候你可以重壓 你什麼時候應該要解碼 你才有辦法為自己做到這件事情 你贏一場引以為榮的戰役 不是朋友 你要幫自己贏一場引以為榮的戰役是什麼 前提是你一定要看懂行情路況方向 再來是個股的操作 個股的操作來自於動態籌碼 你能不能理解籌碼 你能不能判斷籌碼 你能不能透過籌碼 瞭解什麼時候該進場 什麼時候該退場 不會有任何的畏懼 五月份絕對是什麼 個股表現看籌碼 非常重要的一個行情 你要成為贏家 行情路況看得懂 再來就是操作 知道做到跟達到是不同的層次 你知道看了節目你知道要什麼做 可是你不見得做得到 你要知道做到之後 你才有可能達到你想要的一個什麼 美好的交易風景 贏家跟輸家來自於 了不了解動態籌碼 動態籌碼可以讓你領先基本面 領先消息面 超前部署領先多數人 成為少數的贏家 買在利多之前 買在法人之前 輸家是做什麼事情 輸家就是告訴你基本面有多好 台積電 台積電 346塊告訴你它有多好 235塊告訴你它有多好的基本面 中間價差100塊 即便反彈上來 都還沒有辦法回到這個前波高點 下跌的起結點 你告訴我 一直在跟你講基本面技術面 以及什麼公司的 產品的競爭力 真的在股票交易當中 對你真的可以讓你達到你要的 理想的交易風景嗎 未必 籌碼絕對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了解動態籌碼 你可以了解股票的一個供需 供需的一個狀態 你可以在盤中 適時做一個合理的交易動作 而不是事後 一直跟你講基本面多好 可是通常都買到相對的高點 我月份值得偏多操作 就是如果我測標給你報告 個股表現看籌碼 大家跟你談什麼 貿系 今天第二根漲停板 噴上去了 是不是個股表現看籌碼 所以跟你講貿系 今天跟你講貿系 是全市場的共識 為什麼 因為利多出來 而且股價量增價漲 連續兩天 兩成的空間給你 當然一定有人跟你報告這件事情 大多數人都會跟你報告 貿系 因為它漲停板 連續兩天 20% 重點是 是這兩天才跟你報告的 4月10號我送的資料裡面 貿系 10檔股票裡面其中1檔 10檔股票 投資朋友記得是10檔股票 不是100檔股票 不是100檔股票 是10檔股票 4月10號 4月13號 4月10號是禮拜 所以上次是禮拜一 你都可以衝龍不破 進場去做一個布局 貿系跟投資朋友報告 低檔持續動態籌碼布局 可偏多順勢操作 2342的貿系 我是在24.9 25塊跟您報告的 你有很多時間 可以進場去做一個布局 個股表現是不是看籌碼 是 尤其是5月份操作難度很高 尤其是我跟投資朋友報告這件事情 520行情恐怕 恐怕指數的空間並不大 已經提前做一個什麼 發酵了 不用太期待520行情 個股 上漲下跌 就是要看籌碼 貿系連續兩根漲停板 投資朋友 我是在4月10號送資料的時候 公開跟您報告的 4月10號 禮拜五 4月13號禮拜一 你有這麼多的時間 你可以衝容不破 進場布局 要買多少有多少 甚至還打下來 你可以做什麼 打下來做加碼低階的動作 擴大你的獲利層數效果 而不是漲上去的時候 才跟您報告 買在哪裡 賢家 常態性的贏家 會算籌碼 會讓你買在基本面發布之前 消息面發布之前 超前部署領先多數能成為少數的贏家 貿系跟你報告在4月10號 利多出來是在什麼時候 5月11號 投資朋友 連增97.6% 有沒有讓你超前部署領先利多消息面出來之前 而且這個消息面還是for什麼 基本面的 只有動態籌碼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我說5月份的操作難度 絕對會比之前的更難 更不容易 你要了解籌碼 如果你對於個股 你手中的個股籌碼 你沒有辦法可以判斷 我建議你5月份的行情 你要小心做交易 我不是告訴你 5月份就沒有行情 就偏空了 我還是告訴你5月份的行情 是個股表現看籌碼 3月份 接近4月份 我送了10檔股票 4月份再送10檔股票 從20檔股票 我說過 這20檔股票在下半年 你都有可能 從20檔股票裡面 輪流分批分段進場去做操作 就足夠你了 我不是20檔以上 40檔50檔60檔200檔 每天告訴你不一樣 我每週送你資料 不是的 我今天會送資料 是希望幫助 需要幫助投資朋友 你可以拿到籌碼的資料 動態籌碼的資料 可以超前部署 甚至 你賺到錢了 你還可以考慮 要不要直接參加 維屈老師的車隊 動態籌碼明天再變化 大盤今天下跌 100多點 投資朋友 股票 股票能衝上去的 股票能衝上去的 一定是看籌碼 一定是看籌碼 永光 是第一波的資料 171 大家跟你談的永光 是今天 為什麼 大盤下跌它長紅棒 以前波高點16.3 不遠 重點是什麼時候跟你報告 難道又是要漲的時候 才跟你講嗎 不需要 有拿到資料的投資朋友 你都可以做見證 全國觀眾朋友 只要有拿到我的資料的 你都可以做一個見證 3月27號也是禮拜五 3月27號在這兒 你可以從容不破進場 拿到資料之後 你可以從容不破進場 3月30號是禮拜 你可以從容不破進場 這一段的行情 才會跟你有關係 投資朋友 5月份 就是個股表現 看籌碼的時間點 我講完了 投資朋友 非常是重要 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讓你買在基本面 健爆之前 讓你買在消息面健爆之前 讓你超前部署 臉先多數能成為少數的人家 而不是追高 而不是看到利多出來追高 投資朋友 4月15號 永光的利多出來 我告訴你 未來的利多 還會持續做健爆 可是重點是 你能不能超前部署 你能不能超前部署 你能超前部署 你就可以怎樣 為自己做到這件事情 以一場讓你自己為 自己引以為農 一場戰役 可是多數人 只是看到而已 但是做不到 為什麼 懷疑 猶豫 彷徨 恐懼 那非得要大家跟你講的時候 你興奮的時候才跳進去 這相對的高點 這就是非常重要的 贏家跟輸家的差別 帶會員操作 我希望我可以幫我會員 改變他的什麼 過去錯誤的交易的動作 我希望我可以幫助會員 跟著我一起 除了股票裡面 我幫你們 幫我會員 顧好股票的操作 我也希望 可以做一件事情 改變 改變你 之前 不好的交易習慣 不要一直追高 我要改變你 我想要改變你做 我想要改變你 不要去追高 不要等到基本面出來才去追高 不要等到下面才去做追高 好 投資朋友 基本面好不好 好 輔助而已 真正實戰 不是在看基本面的 產品競爭力再好 營收再好 籌碼一定優先知道 有沒有轉機 籌碼一定會優先知道 因為籌碼是真相實彈的 用資金在市場上去打出來的 法令也是真相實彈 開單去買他的 不會是空炮彈 講多好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股票很好很好 可是股票不會漲 有沒有這情況 一定有 那是什麼 沒有人照顧 我歡迎你念不同 但目標相同 一起超前部署 廣告之後 我會帶到我的會員的一個操作 歡迎廣告時間之後 繼續收看 收看我的什麼 交易人生的節目 我是高維旭 我們等一下見 謝謝大家 運打頭部 交易終極奧義 動態籌碼 掌握機會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舒服專線 0R27810909 27810909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 交易人生 我是高維旭 你看到的會是明天 的重播 也會是今天下午五點半的節目 投資朋友 重點是 即便你看到的 你能不能做到會的交易動作 這才是重點 它是關鍵 我舉個例子 你看到的 跟我的會員 無法及時 做交易動作 這是差別 這是有付費跟沒付費的差別 全台 3月30號公開跟您報告 我認為會來會有利多的消息 為什麼 因為來自於籌碼認為 可以看出一些訊息 恆蓬 後來利多 4月13號利多開始見報 4月21號 全市場告訴你 全台 接到G&M大單 對 投資朋友 在這裡 全台是 沒人理他的 誰會認識他 真的 專門那些還他們 但是 全市長都認識他 為什麼 因為 第多在4月21號簡報 全市長認識他 在這一天 我是在什麼時候給您報告的 3月30 你要拿出證據 才是真正的對你來說 是講在前面的 你可以提出證據的 3月30全台在這 我們代會員怎麼操作 3月30我公開告訴投資朋友 認為他可以 有波段上漲的條件 我當然是從這20檔股票裡面 代會員挑股票進場做佈局 我說要掌握4月份跟5月份的行情 人報波段 人做短線 我盡可能幫我會員創造獲利 為什麼 因為你多賺點錢 放口袋 未來你只要有更多籌碼去應付 你不可測的未來 股票市場上就是這樣 尤其今年 一開春之後 疫情的部分 以及現在準備要打中美貿易戰 永遠都還不確定因素 你不趁4月份 5月份多賺一點錢放口袋 有點籌碼在手上 你怎麼因應下半年的一個 股票市場的變化呢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報告 4月份跟5月份的行情 你能掌握住 而且可以什麼 越早卡位越早掌握住 你的交易成本越低啊 中到錢值越多 這很實在 3月30號跟您報告的全台 是在15.85啊 投資朋友3月30號帶會員買進是15.65啊 這就是差別 我當天跟您報告的全台 很抱歉 那是收盤後 盤中你要做動作 我就是要會員跟非會員 有付費跟沒付費的差別 3月30號買15.65全台 4月20號 我還加碼1比18塊拉上去 一般人會賣掉股票 但是我加碼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籌碼還可以 可是4月20號 我們做一下短線價差交易 我說過了 頗亂人做短線 我也希望可以幫會員做到 短線價差交易 當沖 4月21號就是這一天 全市長告訴你全台 全市長才認識全台的時候 很抱歉 很多人請你去做追價 全部追到當天高點 隔一天沒有跑 就被修理了 4月21號亮燈漲停板 我跟投資朋友報告 我們是勇敢續報的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上去這段過程當中 我們還有做到這件事情 這段過程當中 我們還有做到這件事情 市價加碼 4月29號 我跟投資朋友報告 我不會只想賺錢的 我每一筆交易都清清楚楚 我的會員都是清清楚楚 你越早加入 你越早買的是什麼 全台是買在15.65 我甚至在4月29號 我有加碼 19.15在這裡 加碼 可是在昨天 我發現 我應該是要先拔檔一趟 即便我賣的價錢 跟我第二筆加碼價錢差不多 該出清 我也不會給你出清 我也不會給你出1 2分之1 5月11號 會員手中在全台有2筆資金 請用市價出清回收資金 投資朋友 第一筆15.65賺21.4% 第二筆19.15是賠0.8% 投資朋友 非常清楚跟您交代 我的全台 19塊賣掉的 最後開高走低殺下來 我們獲利出清 沒有給你出一半的 可是非會員的朋友 你在看全台 你有可能是什麼 昨天反而打下來去買進 今天往上漲 最高來到18.65 都還沒有我昨天盤中 帶會員賣的一個價位 所以你帶會員賣的是這個價位 所以你帶會員賣的是這個價位 投資朋友 這就是有付費跟沒付費的差別 這是我會員的操作喔 我會這樣講 是跟投資朋友報告 5月份就是個股表現的部分 你越掌握個股的籌碼 你越可以在5月份 繼續賺到錢 繼續賺到錢 可是你沒有幫我掌握 個股的籌碼 你在5月份很難賺到錢 網家也是進行我們的操作 4月10號跟投資朋友報告 也是我公開送會員的十檔裡面 其中一檔股票 我帶會員進來做操作 4月16號買進網家 88.4 4月24號亮燈漲停 我們勇敢續報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還在做一次短線價差交易 89.2買 當天我們賣掉91塊 之後漲停板 在4月29號 我們再做一次短線價差交易 98.6買 100.05 我們試駕獲利出清金的買進的部位 做短線價差交易 最後殺下來收97塊 我在5月6號試駕出清網家 把原本要爆破斷的 我們出掉在101塊附近 都可以成交 投資朋友 這一段賣掉之後下來 今天網家 最低98塊 最高也是100.5塊而已 5月份 你要賺錢 要看動態籌碼 我可以爆破斷 我可以加碼 我還可以帶會員做短線價差交易 甚至有機會的 4月22號 原展我們也做過短線價差交易 人賺錢 我們絕對不會囉嗦 還獻股當沖 我是朋友 我們不會囉嗦的 人賺一定要趁 4月份跟5月份 幫會員幫自己多賺一點錢 幫你自己多賺一點錢 幫你自己多賺一點錢 這才是重點 今天盤面跌了100多點 5月份 5月20的行情 在上禮拜我已經講了 恐怕已經提前做一個什麼 反應了 那個股表現是什麼 要看籌碼 風力發電的胎船 動態籌碼在這一邊 短線會受到美林跟高山的干擾 可是不影響波段創高的可能性 尤其是營收續增加 今年有可能有虧轉營 CB挑戰 股價挑戰CB轉換價25.1億元 你投資朋友 重點這些是附屬品 重點是來自於籌碼 我把它框起來 但是你敢不敢做 大多數人不敢做 為什麼 因為知道做到跟達到 不容易 你即便知道了 你即便看我很多 很多 時間的節目 你明明知道 股價上漲的因素 是來自於籌碼 供需 可是 你真的做不到 為什麼 因為交易需要自信 操作 交易需要勇氣 操作需要自信 即便你也認同 我跟您報告的 籌碼才是 交易的本質 基本面 產品面是輔助你 可不可以報久一點而已 即便你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你還在猶豫 還在懷疑 投資朋友 你用過去的方式 沒有讓你賺到錢 你不妨改變一個方式 讓你有機會看到 不一樣的交易人生 理念不同 不是你的問題 不是你的錯 因為沒有人告訴你 交易的本質是籌碼 我們目標是相同的 一起來超前部署 需要幫忙投資朋友 你不要客氣 你不要客氣 尤其 這個六個月短期專案 也快結束了 你能部署 超前部署 在四月份五月份 越早部署 你的成本越低 越早賺到什麼 波段大行情 未來沒有行情 只要看動態籌碼 你一樣可以掌握大行情 可是你必須要 跟著我們一起低檔做超前部署吧 不要漲上去的才打電話清台說 那還不能買 甚至有朋友 被會員告訴我 他昨天去買全台 我都賣掉了 你去買全台 低檔的時候你沒有買 我公開講 我沒有遮遮掩掩的 我沒有蓋牌 可是投資朋友很可惜 超前部署兩個月 享受波段大行情六個月短期 專案仍然在實施當中 歡迎理念不同 但是目標相同的你 加入維序的車隊 需要幫忙投資朋友 不要客氣 你除了打電話進來之外 你也可以透過維序的Light 以及什麼 以及 我的TG 都可以跟我聯絡 Light在這邊 小老鼠SKG9003N 歡迎你加入透過Light 或打電話進來 跟上我維序的車隊 我是高徐座拉操作 順利活力麻煩聖健康 我們明天見 本服務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